这两天状态一般 昨天是4点多钟睡的 早上8点起的 又瞌睡又睡不着 眼睛都这么开 拿咖啡吊子一天 机器呢是你们点名的 说是很便宜 我看了一下确实非常便宜 RTX3060 5819 其他试程配置呢 我不知道CPU和内存 内存是8G 其他我都不知道 那你们现在看到这个配置表呢 是我事后做上去的 现在呢双11刚过 RTX3060台式机的显卡 已经超过4000块钱了 那这个机器呢 一个显卡一个CPU 应该就已经吃回票价了 确实便宜 我看了一下制造商是同方 同方是机械革命的爸爸 那应该不会太差吧 我问了一下朋友啊 说火影是炫龙的人出来做的 可以认为是高档版的神州 像这些五六线品牌 不管表现好不好 都是不推荐的 因为你短短的开箱啊 你是不可能知道 它的返修率服务和售后怎么样 我马上开箱 开箱前的欢迎大家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是中正电脑 我们会经常开车一些DIY台式机 方案从1000多块钱到1万多块钱不等 大家有自己的方案 也可以联系我们的网店客服 机械包装 这是原封的封口 侧面产品各种信息 同方 这个就是同方啊 叫Z3Z3R就像这样子吧 好像也跟机械革命一样的喜欢贴膜 可以的A面很漂亮 这种金属的 地克就这样也是同方的样子 机器右边一个出风口 两个A口SD卡槽 机器背后网卡这个电源吧 HDMI Type-C 机器左边出风口A口 耳加耳麦口 机器的相对比较薄 能不能单手开合算可以吗 这是平开合的角度 底部大概两指 这完完全全就是机械革命 机身的刚性也不错 电源适配器180瓦 1970克不重 570克 我已经大致可以猜到它的表现了 不插电应该可以开机 打开了已经键盘现在是淡蓝色 应该可以调的 很慢 等了很久了 小娜怎么了 没有讲话 刚才音量在100上 应该是在67我印象中 小娜为什么不讲话 我有点担心它很有意思 它这个屏是2560×1440 165赫兹 那就是2.5K的高分辨率了 CPU是R5 4600H 6核12线程 8招的3G缓存 这是上一代的CPU 但是并不差 约等于台式机的3600 内存是8G3200单动到8G8G 硬盘的是金士顿 不知道具体型号 金士顿还是有底线的 应该不会很差 这是RTX3060 这是核显 这个性能控制台就是机械革命的 它完全就是机械革命 太熟悉了 背光的颜色也可以自己调 调成这个颜色 有读显之连的开关 重启看看 看一下果然是没有核显了 再看一下内屏是连在读显上了 CPU的速度不快 硬盘的读写次数和读写量都没问题 机器自带的内存是英瑞达 双面的8颗的算是比较好一点的了 这个屏的是奇美 无线网卡是英特尔支持WiFi6的 X200都不差 单通道内存22.6G每秒 单通道内存跑销滚木利盈看看 滚木利盈77帧很低很低 别人都100帧左右 机器内部满满的机械革命的味道 两个风扇一共4条热管 4个出风口 硬盘是金出顿5013的主控 这是重盘的位置 重盘转接出来一个2.5英寸的硬盘位 电池不大46万时两边扬声器 这是无线网卡 美光颗粒的内存这边可以加装 为了公平一点 我给他加装一个三星的内存 也是双面的8颗粒 我们网店有户 这样子公平一点 我全程都用双通道来跑 否则的话像这种产品特别会有人说hater 三星美光这种原厂内存兼容性不用考虑的 完全OK 46G每秒83.4nm的延迟 提高了103%就是一倍 看到没有提高了多少96帧 我把柱状图拉出来 你们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 它在满血版和残血版的3060的中间 独显直连双通道了 帧数还低的话 那就是CPU的过了 我猜想CPU的单核性能不会太高 最低的话只有112帧 不过这个帧数比天选2的R95900HX还高 开光最57帧38帧 表格你们自己看得出来 这不算好机器 但也不是差机器 比它更差的有天选2和红机的琴 连续跑散去了R15最大值1466 最小值1430插值35 没问题 老板卢大师 总分498000分 CPU141000分 显卡31万分 工业软件测试 红色是好绿色是不好 大多数项目的和刚才帧数 是一样的 不好不害的状态 R151465正常的表现 R13的多核是8796分 比天选Air的i7高44% 比暗影7的i51400H高两个百分点 差不多天选2的R95900HX高50% 最右边i5是台式级高了一倍 还多一点 单核的跑分1150分 这个不算高 5800H最大的提升是单核高24% 这回天选Air的i7高32% 台式级i5高66% 这是CPUZ的跑分 CPU的表现明显不如台式级的3600 MD干活一直不错的 格式工厂显示屏199秒完成 多数6和12线程 但是比暗影7的11代i5要强3.5% 比天选Air的i7快55% 台式级的i5快67% PR已经无响应很久了 PR剪视频55.9389 属于蛮慢了 做状图你们可以暂停视频 看PR Adobe这类软件 更建议多核的CPU了 3DMark的跑分还是蛮重要的 CPU6905分 显卡8377分 显卡CPU的跑分差 显卡的跑分没有满血 但是也不错了 比天选Air的3060高了15%左右 红机晴天选Air都被摁在地上摩擦了 刚才实际帧数的差异 就由此体现了 硬盘的跑分略差1419分 实际的跑一下200G的混合模式 好像很差 只有300M左右 是莫名其妙的速度 写入非常糟糕 只有300M 毒是1.85G 毒还好 温度不高 最高只有62度 CSGO我跑一次独显之连 再跑一次混合模式 334帧 这个帧数很不高 混合模式跑了两次262 263帧 降低了27% 刺客信条的混合模式 61帧 这类大座更吃显卡 嗯 帧数也不高 应该不会有明显差异的 独显之连以后65帧 有差别 但不大 非常意外 它是横比的3060的 笔记本里面 帧数最高的 比天选2的R9 RTX 3060的机器 高16%的帧数 单烤CPU66瓦 3.87G 93度 这个机器也有机械革命 那种特有的机器神 单烤了13分钟 94度 3.89G 65瓦 双烤开始显卡122瓦 CPU已经降了 降到30瓦 2.97G 74度 显卡基本可以稳定在120瓦 1.77G 1.73G 都会有82.2度 CPU82度还是30瓦 2.91G 机身上59.2分贝 在人的位置53.6分贝 插线板上193瓦 21.9度的环境温度 电视频器52.3度 显卡可以手动拉15瓦上去 现在单烤显卡是131瓦 1.8G左右 手动拉130瓦以后 3DMark跑8615分 提高了2.8% 我的建议是优着脸 看下实际的游戏 这是IPX英雄2560×1440 最高的画质 设计厂实际的游戏 的帧数会在低一点点 现在在120帧左右 没有卡顿感 之前一开始跑这个游戏 时候会明显的卡顿感和延迟 再重复一下 这是2560×1440 在平台顶上的帧数 在140几帧 没有卡顿感 很流畅 显卡的频率在1.7G左右 显存占了5.2G 一共6G显存 CPU的频率在4.0G左右 我们跳下去的过程中 在120几帧 2.5K的画面的细腻 程度会好很多 比1920×1080 绝对学生全屏显示2560×1440 全是超高的画质 帧数在100帧左右 被三个人卡的中间出不去了 现在99的占用 1.53G 就是GPU的频率 显卡的频率 显存占的不多 4.3G CPU在4.0G左右 飞机上300帧左右 跳传的过程中 150帧左右 落地以后 又回到了90帧左右 在房间里的帧数 现在在110帧左右 再次跑到野外 现在在100帧左右 改成了三极致 现在帧数在160帧 150 60帧 嗯 看一下 是2560×1440 三极致 好像没有之前一些机器高 但这是2560×1440 要不再试一下 1920×1080 现在显卡跑不满了 只有70% 70左右的占用了 帧数明显高了 现在有100 19200帧左右 嗯 我想想啊 前天的 iX6600M 也差不多是这个帧数 差不多了 我觉得这个帧数 已经很好了 但这块屏可以2.5K 那肯定要2.5K啊 好了 在这个分辨率下呢 又回到了140帧左右 这个游戏 叫做永结无键 最高的话 指2560×1440 这个人叫做宁红夜 长得好看吧 96帧 98帧 100帧 大概就这样 到了外面以后 也差不多是这个帧数 显卡的频率 最大1.6G多一点 显存占了2.8G CPU的频率一直都挺的比较高 是在4.0G左右 他落水就死 不会游泳了 而且落水的一瞬间就死 这海水多少度啊 大家的动作不好看 130瓦 再跑一次 古墓丽影95帧 比刚才降了一帧 系统是温时专业工作站板 扬声器声音好大 离开 宾 墓墓亮度 385317318330361369348328333摄像头和麦芳的效果 开箱完毕机器并不差 甚至于游戏的表现明显好于天曲2 明显好于红机的琴 外观挺好 甚至于有点品质感也比较轻薄 我一直都挺喜欢记者革命这套模具的 4600H这个CPU单核和多核 肯定比不上现在的8核16线程的CPU 因为它是6核12线程 但是没有明显的给游戏的表现拖后腿 最多算是没有给130瓦的显卡紧藏添花 厂家用CPU肯定是有性能和成本的综合考量 所以刷到了5999这个价位一段 再结合CPU不觉得有问题 金书顿硬盘的显入比较差 但你不用担心金书顿做没下线的事情 整个机器从性能用料做工 都没问题 我买来的价格是5819 就算加一个内存以后也就6000出头 价格非常便宜 还是2.5K高色域屏 还是165Hz机器本身而言没问题 很好 而且这种机器比那艘船那个品牌强太多了 那种品牌各种刷下线 好像有点吹这个机器 没有你们让我开箱这个机器 我OK我开箱了 但是如果要推荐的话我绝不推荐 理由是源于这么一个小品牌 我就不说了有点像hater一样 小品牌的原罪 但没办法 现实就是这样子 你们让我开箱 我已经如实呈现完毕了 买不买呢 完全占你们自己 你们要结合自己的条件 自己的需求去决定买不买这个机器 机器本身的没有大槽点 有小槽点是风噪声 有点唧唧唧响 让人比较不适 更多是源于接下革命 这套模具很好 好了 其他就没什么了 最后开箱机的折价 我是5819买来的 5819-20块钱 就是5799 等于没减是吧 但是送这个确定原装的 三星的8G3200内存 不建议被我使用过 有一定的使用痕迹 可以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 可以找到我们进店以后 自己找一下 上架的时间 距离看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是说中文的中正电脑 不是中正评测 不是中正测评 你们都被别人注册了 也可以搜英文的小写的 YZZZDN这六个字母 有什么想让我开箱的机器 可以在公众号 追新一篇文章后面留言给我 比如像这个机器就是 今天晚上国足又要来恶心人了 被你虐千万遍 还是按理流出 也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开车的各种DIY主机 最近12代上了 我们上了挺多方案 可以看一下